那我們昨天本土的病例數是新增加了 102112個 的人 那比起前一天來的少一些 那比起上一週 52213個的話 那的確是有穩定的下降的一個趨勢 那境外移入的病例的部分 那我們今天境外移入的 有92位 那死亡的 死亡的案例增加了85位 那我們7月1號起 我們是暫時先不改變 本來事實上是有在討論 有一些相關的 戴口罩的規定 是不是要稍微的放鬆 可是一兩個禮拜來 大家可能就感覺到整個的 氣氛 大概都趨向於比較輕鬆 那各個的一個相關的遊樂的點 也比較有一點在復甦的情況 那顧慮到這段時間 還有一些 每天還是有將近4萬人這種規計 慢慢 他應該是會往下來降 不過大家還是忍耐一下 就把這個口罩還是繼續把它戴好 所以在 現在的一些相關的防疫措施 還是維持在原來的 一個情形 先沒有做改變 那也請大家一起來配合 這大概是我們的 非常重要的這一旅路 明天上午 有首批的Novavax的疫苗 50.4萬劑 會抵達臺灣 那我們是預計7月8日 實曜室也事先有做了 一些相關的檢驗 所以希望把這相關的封籤的作業能夠在 一個禮拜內能夠來完成 所以預計7月8日期來提供接種 那提供的對象是18歲以上的民眾 那是1、2劑基礎加強劑 第一次 第二次的追加劑的接種 那每劑的 接種是0.5毫升 那可以其他廠牌交替使用 那因為相關其他疫苗大概在進來 陸續會進 所以我們現在請各地方政府 開始來準備 幼兒疫苗接種這樣的場地的規劃 因為在這裡面 各地方政府安排指定 合約醫療院所 那設立接種站 我們該考慮 因為這是幼兒 這幼兒基本上都一定是要 家裡的人來陪伴 來施打 這大家還有上班的一個時間的一個 那種的一個 的一個困難 所以要考量 就是說上班家長的時間 彈性於夜間 或假日開設 那著重舒適性 因為這段時間也將來 是非常的熱 所以應該要能夠空框通風比較好 防曬 防雨 那 如果能夠到他的幼兒園或拖映中心 如果量能夠的話 那直接到幼兒園 到拖映中心打 這也是一個規劃的方向之一 目前重點還是要看怎麼樣讓在這一波 大概7月後 有幾個很重要 本來就是世界各國都在 邊境開放 那我們怎麼樣在邊境開放 讓我們的經濟 相關的活動可以活絡 而不是因為邊境管制的關係 造成要來臺灣來參觀 要來買東西的 要來等等這些商業的活動被降低了 這是我們不希望的 也是我們這波開放的 最主要的目的 然後第二個會是國人要來返家 大家也知道在這個寒假的時候 在這個暑假的時候 那很多本來出國的學子 或者在國外的 都是利用這段時間回來 那怎麼樣在有限開放的資源裡面 讓這些相關這些最需要的能夠回來 還是我們現在努力的一個方向 那至於說未來要組團會 我相信這個邊境 一定會開到 讓大家可以組團出國去 那不過還是要一步一步的來